记者黄杰台北报道 77岁老翁杨成峰 46岁的同居女友 何以删投资千万 因分红问题起争执 杨翁上月19日 静持刀杀害河女 在吞绕轻声 杨翁获救后遭监禁居提 并申请羁押 因他识口否认犯行 是临地院认为 涉犯杀人重罪 有逃亡可能 才准羁押 据了解 河女四年前丧欧后 任杨翁为前爹 带住三个儿女 与杨翁在新北西日租屋同居 杨翁已因沉迷杜博 向河女匡称 要拿2000万投资美国药厂 还差1000万 每月可获得3% 愿分红给河女 河女信以为真给钱 一开始还有拿到22.5万 但近期都没有分到红 与杨翁多次起争执 杨翁一因此起杀鸡 狠杀河女后再吞药轻生 检井初步调查 河女有后颈部有二 三公分揣刺伤 可能伤到颈动脉致命 由于命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怀疑杨翁下药让河女昏睡 再痛下杀手 杨翁也服用不明药物 送医时昏迷指数三 但经多日治疗病情稳定 日前已经出院 二十九 三 三 三 和三